画面中的怀疑男子陈新闻 今天提供了录像画面向媒体申诉 不满汽车遭一名怀疑是无牌驾驶的中学生撞回之后 后者不仅没有道歉 还态度恶劣动粗 此外过程中 怀疑男子除了遭到肇事学生 任职老师的父亲辱骂笨蛋之外 还和文训赶来的中学辅导教师 也就是这名父亲的同事起争执 事主向媒体表示 他并不要求这名学生一定要赔偿他的损失 主要是希望校方以及当事人的父亲 认真看待学生无牌驾驶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 针对这起因车祸引起的纠纷 青山北区警区主任泰逸今天授寻时说 警方明天一早将前往有关学校 与校方及涉及的一方商谈 以便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eason